叔叔人你有三个贵,人,其中一个七月下旬就能遇上,生肖鼠面对工作中的机会,不要犹豫要好好把握住,你将突破自己,拿出更多的勇敢和坚持,七月有吉星庇佑,工作起来得其应手,有晋升的机会。 往前走走,你会看到想象不到的优秀的你,叔叔人他们有一副好口才,他们能把别人说得哑口无言,他们的大道理能让别人十分信任,叔叔人他们大脑聪明,博学多才,考虑周到,七月下旬运程非常非常好,可以说得吉星扶持,叔叔人事业上一帆风顺,办事游刃有余,顺心如意。 叔叔人在人际交往上,他们也有很大的抱负,人脉关系是叔叔人最看重的一点,七月人际关系狠狠地大涨好几圈,因而有交友工,有吉星与贵人相助扶持,叔叔人朋友一多,发家致富的机遇也多了起来。 进入七月下旬,生肖鼠的运程可以说一路飙红,假如能凭着大好运气是,好好勤奋干活的话,事业也将有大的发展趋势空间,叔叔人才气也会红红火火,未来,七月叔叔人干什么都会十分顺利。 叔叔人性格温柔善良,他们感情细腻,容易体谅别人,得到他人的好感,在团队工作时容易和大家打成一片。 叔叔人判断力强也很精明,特别是做生意方面直觉非常敏锐,总能找到商机和突破口。 近期叔叔人财运缠身,正财,偏财都会有很好的机会,他们得到贵人指点,事业迅速提高,做生意的朋友生意兴隆,钱财滚滚来。 偏财不断,好运气巨堆,满满收获,叔叔人绵绵红韵,有众多贵人相助,财神会临,好运气不断,有难题的可以打个漂亮的攻坚战翻身了。 总之七月下旬开始大喜事多,因缘望,福气满满。 叔叔人运势不好时他们脾气有时很火爆,但在运势不好时也能够交到许多朋友,叔叔人他们的使命感也很重,他们一直都是完美主义者,希望有一天能过上想要的生活。 叔叔小伙伴们要更加勤奋地工作,进入七月一切都会变得更好了,所有叔叔人最后都有好运, 并轻轻松松能获得了新的发展趋势,可以为家中增加幸福快乐和源源不断的财富。 值得一提的是,叔叔人每一次的机会都很难能可贵,叔叔人要把握住机会,就有可能变身成功人士。 叔叔小伙伴们会过得很幸福,在这以前累积的才华,现在是时候充分地发挥了。 叔叔人前段时间有点时运不济,遇到了很多倒霉事情,大家不需要担心,好运气来到了。 叔叔人遇到了贵人,有了贵人的扶持,令他们不再是孤身一人去努力。 生孝鼠将来大有作为,钱财滚滚而来,能够早日取得成功,到达人生的巅峰,更有希望成为富豪,属鼠人,孝顺父母,能让父母过上更好的生活。 老师在这里,特别提醒生孝鼠的朋友,其实生孝运势的高低,是所有人都无法去操控的,唯有修行自身的智慧,是趋机避凶的唯一法则。 老师也分享一篇文章,希望生孝鼠的朋友,能静下心来好好的读一读,也许能给你一些智慧的领悟或心灵的沉淀,相信这对你未来的运势会有很大的帮助,道家的代表人物庄子,以潇洒自由的性情和追求闻名于世。 在他看来,人生一世,当如蝴蝶一般,飘飞而无束缚,淡然而无忧愁。 每个人都敬佩庄子的心境,但并非每个人都能成为庄子。 关键就在于,你我都被世俗的一切所禁锢,一直活在死循环当中,正不脱,放不下,最后痛苦一辈子。 这正不脱,放不下的,到底是什么呢? 就是人之执念。 为了钱财名利而执着,为了地位权势而执着,为了虚荣欲望而执着,害惨了无数人。 等人们走到人生的尽头,才明白一切都毫无意义。 沉溺其中的人,不过是成为了世俗的奴隶罢了,一直被世俗的事物牵着彼此走,如同傀儡一般。 人执着的这三样东西,皆是虚妄,会给人带来苦命。 唯有及时看板,那生活的质量才能得到更大的提升。 一,尘世的钱财名利,别贪多,够用就好。 庄子有言,不乐寿,不哀妖,不融通,不丑穷,不拘一世之利,以为己私分,不以王天下,唯以除险,显责名,万无一辅,死生同壮。 人,不该因为长寿而快乐,不该因为夭折而悲伤,不该因为通达而感到荣耀,不该因为贫穷而感到耻辱。 不局限于私利,不认为成为王者就有高尚的地位。 唯有在平淡安然的状态下,人们才能显示个人的光辉。 要知道,万事万物都是一样的,既有生,必然有死,一切都不可避免。 对待尘世间的钱财名利,庄子特别看得开。 他觉得,有些东西,够用就好,不见得你拥有的多了,就能千秋万代,万年不变。 古往今来的王侯将相,莫不归于尘土当中,跟普通人一样,来时一丝不挂,去时一丝不挂, 带不来一分钱,也带不走一分钱。 世人之所以执着于钱财名利,多半是因为贪欲之心在作怪。 少点贪念,多些知足,或许往后余生的日子会更好过。 二,与其追求看得见的,不如追求看不见的。 庄子有言,人皆知有用之用,而莫知无用之用也。 人们都知道看得见的有用的东西的作用,却不知道看不见的无用的东西的作用。 说的直白一点就是,看得见的未必就是最好的,看不见的未必就是没用的。 这番话,如果还不好理解,那我们可以用佛家的凡所有相,揭示虚妄来解释。 那些看得见的表象和名相,都是虚无且荒诞的。 比如,无数人都为了迎头小利而斤斤计较,却不知这迎头小利只会给人带来麻烦,而不会让人大富大贵。 更何况,哪怕大富大贵,也不一定幸福。 为什么有点本事的人都在修心了呢? 因为他们发现,那片看不见的心之世界才是最初始的地方,也是独属于自我的美好天地。 看得见的物质世界,不过是一群披着皮囊的人在斗来斗去,让怨恨丛生。 而在你的内心世界当中,你能享受到真正的平静和自由,超脱着尘世间的伪装和虚妄。 三,不再强求顺其自然,方为正道。 庄子有言,天地有大美而不言,似是有明法而不义,万物有成理而不说。 圣人者,愿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。 天地具有自然的美好,而我们无法用言语来描述。 似机具有明显的运行规律,而我们不能肤浅地平抑。 万事万物有着既定的发展轨迹,而我们无法说出来。 真正有本事的圣贤之人,他们会欣赏天地的美好,同时顺应万事万物的规律,以求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,走向独属于自己的人生正道。 道家最本质的追求,就是自然。 生而为人,都只是大自然中的一份子罢了,没有什么了不起的。 如此,按照自然的规律活下去,就足够了。 什么时候该吃饭,什么时候要睡觉,什么时候该受苦,什么时候才能成功都有它既定的时间。 如此,我们没必要改变什么,也没必要执着什么,淡然处之就好。 宇宙很大,人类很小,不要觉得人类有多厉害。 我们所能做到的,不过是敬畏自然,敬畏规律,敬畏命运,同时做好自己的本分。 庄子认为,钱财,名利,地位,权势,红尘表象,过度的预念,皆是虚妄。 而破除虚妄最好的办法,就是顺其自然,听从本心做人。 好好感受自然,你会发现,人间除了钢筋水泥,除了耳鱼我诈,除了你争我斗,还有一片湛蓝的天空,以及你我还未发现的平静之美。 好好感受内心,你会发现,耕耘好内心的那块甜,比苦苦追求毫无意义的东西,要有用得多。 活到最后,用不了多少物质,而需要依靠的,只是内心罢了。 一壶小酒,面带春风,便是人间值得。 以上生肖十二的分享就到这里,天道酬勤,要记得机会永远是给准备好的人, 祝福各位亲爱的朋友,福气满满,才气满满,身体健康又逍遥,下期见。